我们是马利欧 历经两次延期 日本大阪环球影城 马利欧主题乐园 18号终于盛大开幕 我超过感动 我已经进入了一会儿泣泣 我真的觉得我已经进入了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真的真的 我真的真的没有看过 我真的没有看过 我真的没有看过 还有马利欧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动 到底有多感动 带你一起入场来看看 通过隧道映入眼帘的 是如同游戏场景般的世界 各种角色统统都有 不止场景相同 连闯关方式都跟游戏一模一样 游乐设施迎有尽有 像是要吸大冒险 还有要戴上AR眼镜的马利欧赛车 更引起话题的还有这座库巴大雕像 主题商店和餐厅也让游客一不小心 就会把荷包败光光 疫情之下 园区防疫也做得很足 如果想和马利欧 还有路易吉拍照留念的话 只能在指定区域拿下口罩 规定很多 但非常时期 还能有新园区 娱乐大众 已经让日本民众相当满足 敦选嘉宜清零 我爱宝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